2011年泰國北部山區帕檀的夏天 這個夏天因為一群台灣大業大學 國際青年志工團熱血新年的到來 變得有些不同 除了讓原本臨近的山區生活 頓時熱鬧了起來之外 對志工團的同學來說 這張泰國服務學習之旅 也是一個很有回憶的暑假 我那時候會選擇 就是國際志工團這一塊 就是想說 我們可不可以做得比別人不一樣 或者是說 可以發揮自己的專業知識 或者是說 在海外可以服務我們的華僑 然後讓我們自己 學習到一些什麼這樣 對 大一大學國際系四年級的車震撼 大家都叫他車車 這車說從大一加入青年志工團之後 已經連續兩年前往泰國 進行海外服務的工作 他熱情充滿青春活力的付出 是獲得今年彰化縣建國 百年的優秀青年 除了圓了自己人生的夢想之外 以贏得當地僑胞 有心而發的肯定 我們散發出來可能因為語言 或者是一些文化上的不一樣 可是我們散發出來的是一個熱忱 是一個愛心 是一個善良 那他們感受到 那他們會覺得說 很希望我們下一次 還可以再一次的 這一次的服務這樣 另外生科系的施傑藤同學說 他從大一參加春輝社之後 經常到偏鄉服務 弱勢家庭小朋友 在服務的過程中 除了感受到自己的幸福之外 也希望將這份的幸福 帶給弱勢家庭的小朋友 一開始我也會害怕說 我會不會沒有能力去帶人家 那可是就是帶過了以後 就覺得小朋友 其實他們都還不錯 那因為有些人 是因為家庭的因素關係 那也因為這樣 就是讓我想說我要付出更多 就是把這些 把我的歡樂 那也帶給小朋友 那也希望說他們能學習到 我想要給他們的東西 那也希望說他們在未來 對社會也是有貢獻的 休閒系四年級的季德梅表示 學校社團活動相當的多元 他本身因為有學跆拳 所以自然而然就加入了跆拳道社 因為在進大學之前 我覺得我就是在外面有學習過 跆拳道這個運動這樣 然後就是因為長期的練習 就是練出興趣 所以到大學之後 我也是很自然而然的 就是選擇跆拳道這個社團 然後加入到這個社團活動裡面這樣 魔術氣球社社長陳文洋 是示範簡單的橡皮筋魔術 他信心滿滿的表示 馬上就可以超越知名的魔術師 留籤了 謝謝大家 那些種類 有近距離的 像就是我們那麼近的距離 然後可能是上舞台表演的 或者是我們在舞台上跟觀眾做互動的 基本上都是OK的 為了迎接大藝新生來到大藝大學這個大家庭 學校在9月28、29號兩天 在外語學院太陽廣場舉辦了 2011星辰傳奇社團博覽會的活動 學校各個社團為了招攬新社員 都使出渾身的解數 大秀創意與才藝 目前今天有64個攤位在這邊設 然後包括我們學藝性 然後體育性 然後還有一些等等之類的 服務性社團都在這邊擺攤位 然後來做我們社團博覽會的一個招生 描演藝術色 就興趣 參加社團活動是大學三門必修學分之一 目前校內擁有將近90個社團 分成服務、學藝、康樂、聯誼、體育、智智等六大類 為了提升大藝新生社團參與度 今年教學卓一計畫辦公室特別規劃大學入門的課程 課程內容除了包含許多進入大學所因學習的知識和技能之外 也將社團的參與 納入課程之中規定所有大藝新生至少需要參加一個社團和三次的社團活動 在我們前幾天的社團博覽會當中 所有的新生都透過這個博覽會去選擇他自己有興趣的社團 但是我們希望透過這樣一個過程讓大藝的同學他極早的能夠接觸這個社團裡面的一些訓練 包括他的一些領導能力各方面的 那這樣子逐漸的他可能可以在這個四年當中慢慢的去培養 他在這個團體活動裡面的一些 這個課堂上學習不到的一些技能等等的 一百學年度起實施的大學入門課程與服務學習連結 學校鼓勵學生之大一起就從事志工服務 並結合大業服務學習的推動 落實公益大業的理念 那因為尤其我們配合這個目前校長所定位的這個公益大業的這樣的一個理念 所以我們會特別在強調這個服務性社團方面 所以像我們有很多的像青年志工團 像春暉社 慈濟 龍騰等等的 那這些社團呢他有的就會走入社區 然後甚至去到我們附近的中小學 去幫助一些比較弱勢的同學 那甚至像我們的這個青年志工團 在泰北的這一塊經營的非常久 這個泰北那邊的僑胞對我們大概大學都有很深的這種感念 因為他們真的投入非常多的時間 同學說參加社團的好處很多 不但可以擴展人際關係 學會時間管理和溝通領導 還可以找到同彩間的歸屬感 增加抗壓能力 在西藏的感覺跟在社團的感覺不一樣 那如果社團的氣氛氛圍非常好的話 那也是我們在學校另外一個架也說不定 因為像我們社課時間都是在晚上 可能7點到9點8點到10點那不一定 那可能下午下課時間晚餐然後到社課 那我們比較多的時間是社課結束之後 那我們可能就會到外面的小吃店吃個宵夜啊 吃個豆花吃冰啊 然後就是接續我們社課結束之後 然後有個聯誼就是交流的時間這樣 另外你也可以和國際青年志工的同學一樣 到海外進行服務學習 一起留下那些年我們一起追夢的美好回憶 戴藝人新聞 劉新孝 劉世超 採訪報導 認識여부學員 軍我們在城 discussion 每月掌上去前 Tekn賽 好